有些弹幕呢在讲一些非常无聊的批评的话 所以我看到一句话呢 我对不起有点想吵架 就是他 他说什么现在猫猫狗狗也能进娱乐圈了 我想说的是娱乐本身是没有圈的 就是这从来没有一个圈子叫做娱乐圈 近日杨天真在直播过程中看到有网友发恶意弹幕 现在猫猫狗狗都能进圈吗 直接回怼 我想说的是娱乐本身是没有圈的 就是这从来没有一个圈子叫做娱乐圈 任何人只要今天这个社会给我们太多的机会跟舞台 像抖音其实你自己有一个账号 你有一台手机 你就可以在上面获取你的粉丝跟你的表演机会 所以从来没有人是 我特别热爱我们这个行业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行业 影方现场观众的欢呼 作为嘉宾的刘宇宁 更是双手合十 事宜崇拜可认可 可能你的父母是巨星 是特别有权力的人 也未见得你能红 因为每一个能红的人是得到了千千万万的观众的喜爱 他才能红的 所以我觉得 就这种批评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必要 它只能显得你非常的狭窄 喜欢就令你乐呗